我觉得三只手指就够了 我的游哥IP贴图sticker就已经在LINE上架了 如果喜欢的话赶快用起来 冲呀 嘿哟what's up 我叫我是游哥 洛杉高中的7号 湖面武将像猎豹一样男人 夜山小太郎终于出来了 就是这个洛杉的小前锋 不好意思 我就没有注意到他已经出来了 所以错过了 就是第一天上线的时候 就马上拍影片来介绍这个角色了 我一直以为他在多几个星期才出 看错了 好非要不说 我们马上来看看这个像猎豹一样的男人 雷兽 好我们看第一招 第一招是一个突破技能 很普通往右突破 好第二个是一个加速技能 哇不错不错 来看第三个技能 突破勾 哇突破勾勾接投篮 怎么这些招数好像似曾相似哈 有没有人觉得很像冰师的招数啊 好看下一招 上篮进了啊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有差别了 跟冰师有差别了 有上篮就有差别了 来看大招 大招是怎样呢 好我也是一个技能要斩能量啊 那有没有可能是来疊成 疊满了一层就是三根手指 疊满了两层就是四根手指 疊满了五层就是五根手指 这样子 如果有看原作的话应该懂我在讲什么 有可能是这样啊 所以他急需要能量 有点像那个什么 集训赤木那种要疊能量疊成数的 应该是那种吧 好我们接下来看它的延伸技能进去吧 Let's go第一招是这个 突破两段 哦OKOK 突破两段就是 那个小前锋该有的招数啊 通常 好往前突 哦这个是他写要疊 也就是大招要开了一层 过后才可以用这个往前突啊 突破的时候 好过后看这个第二个 哦往前突啊 然后再往右突 这个是要疊了两层 过后才可以出发的 然后再来看最后一个一闪 哇这个是要疊了三层 就是疊满过后才可以出发 这个可能是 突破范围变大吧 应该是啊 有点像赤石那个这样 OKOK了解 差不多是这样 好接下来看第二招 这个跑速的延伸技能 来看这个 嗯哦呦呦呦呦 跑了过后有这个火锅技能 这样子看应该是 要加速才可以用这个火锅技能哦 OK interesting interesting 这个强谷穿嘛 好继续看下去 哦接球突破 OK接球突破 不错不错 它的恶觉不懂 可不可以再接一个 几球突破好像典型的那种 小旋风这样一直可以突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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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黄赖这样 好再来看下一个 哦跑动的时候转身不会拐脚 因为它毕竟是有这个野兽特性的嘛 我现在看了这个突破源像 急讯流传的突破 好再来看下一招 这里是加命中率两分命中率加两分使用范围 好突破了投篮哦 这是突破了有这个二段投篮啊可以 胖飞一下这样子 通过它的使用距离是大概在哪里 如果很里面的话就没有用啊 如果是蛮外面的话我就觉得还算OK还算OK可以顶头 如果它顶头稳的话应该是蛮好顶头了 好再来看最后一招这个是什么 突破过后再甲头 然后一个上篮 这个上篮 好我们看了再说 好我们看下一招上篮技能 上篮OK一段上篮 嗯不过你们二段上篮 突破了接上篮哦这个一定要这种东西 突破了接上篮就让你的这个上篮变得更顺 你也不会卡手 我觉得这种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再来看下一个 哦突破过后穿过去再上篮 这个就是二段上篮啊 基本上就绕到另一侧 如果这个神威战不好的话应该也是盖不到 除非是中锋来盖 这个也是要跌到一层至少有一轮大招了才可以开的哦 这个二段突破 哇这样子 有点 如果你能量不够快的话有点难用啊 好再来看下一个突破上篮 哦这个跌到五 跌到三层过后才可以用 反正就是变更快的一个突破上篮 有点像利手这样咻 然后这些上篮了那种 然后我现在比较好奇的是 有没有办法用这个突破 然后甲头一个上篮再用二段 有的话还可以 应该是算可以打多一点变化了 再加上 如果有这个一伞 一伞的突破方式变大吧 我从这一侧这个位置突破到去那一边 然后再用一个甲头上来二段 可能就还算蛮有威力一下啦 如果可以这样combo的话 好 直接来看他 哇 但是我有点少 哈哈哈 只有一个 然后不知道是什么 嗯 嗯 有可能是增加 不知道 反正 呵呵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哇 就这样玩了 这家伙的技能有一丢丢的少 嗯 这游戏是在水吗 跟我一样水视频这么厉害 哈哈哈 哇 有点少有点少 来看啊 衣服 嗯 限定这个很臭很臭 海滩装 有特效吗 哦 好像有嘞 突破的时候那个球有变发光金色 上篮的时候 哦 有有有有有有有 有一个海滩的特效 哇 蛮帅一下 蛮新鲜 穿着这个柠檬茶的衣服 哈哈哈 还不错还不错 来看呢 羁绊 羁绊就是跟这个一月 然后这也是这个绿尖 过后是火神再加清风 嗯 基本上就是这样 这样看起来的羁绊 如果你会用他的话 我觉得只有可能等点到 这个吧 一月跟这个火神跟清风这里 不然绿尖这个我觉得还好 位置有点壮啊 其他那两个还算OK一点 哼 看完他的技能 我觉得这个角色 中规中绝 没有到很惊艳我 除非他的火锅范围很强啦 看了一下他的火锅 好像也没有很强吧 这个角色 不知道到时候要看他上线的时候 到底强不强 不让我到空来看下 日服他们玩的怎样 不然我现在这样子 目前看起来 我是觉得 有点普通有点普通 那我们随便来看一下 这个角色的这个 特殖的那边 哇 这样子 这个应该是一个夺宝角色啦 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 有放那个画面嘛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多宝角色 果然是个应该是多宝角色 如果没有看错的话 200抽 嗯 应该是一个多宝角色 还有这样帅的特效 应该是没有错啦 这个特性呢 我大概看了一下 它是一个充斥封盖 也就是 如果你按加速的时候 你的火锅范围会提升 不管是你盖头篮还是盖灌篮都好 都会有这个提升 0.5 如果你up到5G的话 这个如果有玩个灌高的话 应该都懂 这个是仓谷穿那个充斥封盖 呀 基本上就是这样 然后这个是觉醒 还有衣服 哦 然后这个 页面这里换了 这个夺宝 常驻夺宝 可以看到这个心愿卡池 这里加了这个 大瓶 高尾 金桔 刘薇 还有这个 带线群 嗯 如果你们要抽的话 是可以稍微的囤起来 然后到时候应该是下个版本处 这个 夜三 的时候 就会有了吧 有的 给你抽 好 基本上这个角色就是这样啦 不知道你们又觉得如何 啊 不好意思这一次我就没有办法给你们看到他 总共需要多少张这个 大头卡啦 因为他已经有这个100%的让我们去试用 那这里要买一张大头卡是300啦 所以跟平常的多爆脚是一样 呃 我猜啊 这个五美武将全部应该都是多爆脚 然后全部都是这种普通的多爆脚啦 没有猜错的话 呀 基本上就这样啊 我不知道他的觉醒会不会救到他啦 可能他二觉会有这个截球突破 然后本身还可以用这个突破 可以的话 如果拿 带一点 晃岛的这个潜力的话 有可能他可以一直晃岛人 有可能啦 有可能 那看他的给的车子 感觉他是想要打防守 再加进攻 来看这个 Style Make some noise 加无人跟防 还有这个 势不可当 嗯 OK OK 反正就是有攻有守啦 反正就是防守或者是晃岛 也是差不多这样 跟我想象的差不多一样啦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哦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吧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